所以說我希望能夠把這個網頁裡面的三個資料 三類資料分別給它三個欄位 放這三個資料 所以這個第一欄應該是類別名稱 第二個是中文名稱 第三個是英文名稱 如果有一些空的反正就把它留空白 那我應該怎麼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當然很簡單 需要兩個模組就可以 第一個的話 一樣就是把這個網址給它 用request.get 把這個html資料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就用beautifulsql去解析 因為它的名稱是71個 每個都71個 所以理論上我們用find all就可以了 find all之後給它第一個是標籤名稱 第二個是類別名稱 比如說像這邊這個建築 這個類別名稱按右鍵檢查 那因為它的標籤是用div 那因為div在這個網頁裡面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Ctrl-C,Ctrl-F 找一下div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有多少個div 4560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這個div去找的話 哇 那找到之後你很怕要再處理 非常的困難 所以呢 第一個特徵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找到你要的 所以呢 如果假設第一個特徵不ok的話 理論上會找第二個特徵 那第二個特徵是什麼呢 按右鍵檢查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class 所以你第二個特徵就給class就可以了 所以呢 也就是你用find all 然後呢 找到它的類別名稱是div 它的class的名稱是這個這個名稱 你把它點亮下Ctrl-C,按右鍵複製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怎麼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直接把那個 我雲端上面的程式碼直接貼上好了 其實大概就差不多動作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個程式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3頁 抓三個標題 那首先的話呢 把底下這一段吧 這一段程式碼 把它Ctrl-C,Ctrl-V貼過來 那我大概講一下 主要是用到一樣兩個模組 第一個是request.get 那把那個網址貼上 這個網址有沒有 這個網址實際上就是TQC官網的網址 那我們抓到之後的話呢 會得到它裡面的原始碼 OK 所以我把原始碼放到BeautifulSoup裡面 去幫我解析哦 也就是透過BeautifulSoup這個物件 叫SP 這個SP 是自己寫的一個名稱 然後呢 這個SP物件呢 裡面我就用什麼 用FindAll的方法 那首先的話 因為我有三個資料 所以第一個資料的話呢 那我就先抓什麼 我就直接這樣 其實這個怎麼來的 第一個就是我把DIV點兩下 然後Ctrl-C 第二個在這個地方點兩下 Ctrl-C 那分別呢 把它放在FindAll的後面 加兩個標 兩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記得哦 一個是DIV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它的CAS名稱 那記得中間壓豆點哦 OK哦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算是第一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也就是兩個參數 OK哦 那當然哦 特別注意第一個 最重要的一定是標籤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這個標籤哦 太多地方有的話 會超過71個的話 那顯然你就不能只用DIV 不然的話你要給數量 DIV到底 450幾個的話 到底它應該是第幾個 所以很難算 除非你有個固定規則 不然的話 可能你要再看看 這個CAS 有沒有可能 有剛好 所以把CAS名稱貼上 那它就會找到71個 並且把它放在前面 叫第11裡面 那第11裡面的資料 我只要點TEST 就可以取得它裡面的資料了 那底下的話呢 我再分別給H4 剛剛有講過 H4也是71個 再來就是Small 分別是1 2 3 所以呢 我用這三個方法 找到總共有三個串列 三個串列的哦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跑一個回圈就可以 因為反正這三個串列 其它數量一樣 它的編號 如果是要找哪一個 也是固定的哦 所以我就for i in range 那這邊當然呢 你可以0到點 有沒有它總數啊 總數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你這邊用例11 那其實你用例11 你用例23都可以啦 因為其實它的結果都是71嘛 所以也就是0 到總數是71嘛 所以71是STOP 所以是0到70 那0到70的話呢 我就把裡面的資料取出來 所以後面記得加一個屬性 這個串列裡面的 它裡面的資料就分別把它取出來 所以取得的話應該就會是 它的什麼建築設計領域 然後在它的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然後換下一個有沒有 類別中文英文 那分別就幫我中間加個0點 所以print的結果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就會是 這個網頁上面看到的 有沒有看到 print的結果的話呢 就會是類別名稱 加一個0點 有沒有然後再加什麼 再加一個中文名稱 再加一個0點 有沒有然後再加一個英文名稱 依此類推 123123123 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把71張證照的 這個資料給取出來了 那取出來之後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再幫我把這個資料 存成Excel就好了 CSV就不用練習了 CSV好像比較齊次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把這些資料 變成一個 串列有沒有 所以你有串列之後 再把它寫到Excel 所以其實啦 先把串列產生 串列要怎麼產生 看有沒有方法 這個三個資料 如果不把它串在一起再切 像我們是串在一起再切割 這也是可以啦 不過感覺好像這比較麻煩 那如果你不用串列切割的話 直接就把資料放進去 變一個串列 也OK 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這一段程式 我是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13頁的地方 這裡 那底下的話呢 一樣 把它存成CSV CSV我覺得可以跳過 因為做蠻多的 主要是下面這個 再把它存成Excel 試試看